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匪替代拼 有一个一叶致富 大家怎么看都像这样 我们请观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看 我们在画面上观众朋友在右边看到的是蛮大的一叶致富 左边呢 左边是什么 左边也是一个小的叶子 也是小的叶子 也是一叶致富 它两个东西 这两个里头有一个不是白匪 有一个不是白匪 有一个是白匪 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看我们节目这么久 眼力如何 先看这个白匪的一叶致富 你仔细看它里面有一点棉絮状 你现在看的是比较大的这个吧 比较大这一块 好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 有点棉絮状 这个就是江湖人称的这个木拿白匪 木拿白匪不得了 是 你可以看 这里有一点棉絮状 上面一点一点的 你不仔细看 你不晓得 仔细看这里有点 而且你知道这个很油 水头很够 而且很透 算很透 然后我们旁边的这个 它是一个比较小的 它也是一块白匪 不过这个白匪它感觉起来 也很漂亮 那如何能够鉴定性 而且它的水头也很好 对 是 然后我现在要宣布答案了 好 来 这两个 再让观众朋友再看一次 观众 你是不是要代表 我们的观众朋友选一样 真的白匪是哪一个 我选 因为刚刚你说是木拿嘛 是 我要粗粗看 我也觉得它是OK的 但是事实上它不是 它这个是 它不是吗 对 它不是 它不是 它不但不是木拿 它也不是水墨子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石鹰 所以它不是翡翠 不是翡翠 可是它很透 很透 可是你这样拿在手上看看 非常轻 很轻 非常轻 另外我们最重要是要靠 靠放大镜 我们用放大镜看上去以后 它的棉絮是一坨一坨的 不是 它的光线看起来就是 带一点闷闷的 闷闷的 反光的颜色不是那么透 反光的部分 就觉得它带比较闷 它出不来 然后再来就是太轻 太轻 然后经过如果红外星光谱移的话 那完全就是一个石鹰 就是石鹰 那从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这个 好 我来看这个 你这个就可以再看一次了 好 我再看一次 它完全光线可以放出来 来 近一点 它就不会那个光线这样 好像困在里面 闷闷的 这个太抽象了 什么叫光线困在里面 就是说感觉上 你会觉得它的质地比较坚硬 硬度比较高 通常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他用肉眼分辨 有没有更具体的分辨法 肉眼分辨 平良您讲 很难去用言词去形容 最重要的是 以我的看法 就是说它的这个光线 就困在里面就出不来 那如果说是这个白匪的话 它的光彩是亮的 是亮的 然后解体的 我觉得 我们再照近一点 让观众朋友看看 你那个光线有什么不同 你看 这个就闷闷的 这个闷闷的吗 你也是不是就闷闷的 然后另外一个 就很亮 我这个眼睛有点 带一点老花 所以我必须要戴着镜子 我用镜子看的话 就看得很清楚 亮老师 能不能教我们一小 比较简单的 你没有喝过红酒 当然 你会用红酒杯 对不对 是 红酒杯的话 它有分什么的 水晶杯跟玻璃杯 水晶杯跟玻璃杯 你就把它透光 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水晶杯 它的光线是直接穿透的 但是玻璃杯 它有点白雾 现在你在看的 我们的 这样我有点懂了 我们的玻璃肿的翡翠 跟石鹰 它就有这样的差异 我们这样看的话 你看到的是 全部都是怎么样 都是表面的折光 这个一叶致富是表面折光 是我们摄影棚里面 所有的光 可是那个白雾 它是光线进去以后 反射出来的光 它是亮丽的 亮丽的 所以它两者不一样 观众朋友 你听懂了吗 听阿婆 我知道 没关系 但是 多看 多听 多学 还是上了一课 至少教我们怎么看 它的那个光 各位朋友 买白雾 千万不要上当了 特别要注意 好